有多少利润 大家好 我是小西 昨天晚上有一个网友问的这么一个问题 他说现在搞育肥还有没有利润空间 养一只育肥羊大概有多少利润 对网友问的问题还是比较重视的 所以说今天给他安排上 今天就根据草料的价格以及育肥羊的价格 来仔仔细算一下养一只羊大概有多少利润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 我专门给大家写了一张纸 大家参考一下 以1000斤的精料做例子 育肥羊的精料配比 1000斤的精料里面 玉米670斤 豆泊220斤 腹皮70斤 玉混料 小素达 瘦物盐 刘维宝 就是监味的 还有其他的停压剂 大概就是这些 然后我们认为价格是1块1亿斤 大概就是737块钱 然后豆泊418 腹皮56 玉混料咱们按4%的玉混料 一袋大概就是120元 然后小素达 瘦物盐 刘维宝和其他停压剂 大概总体来说就是10块钱 就这个意思 然后1000斤的精料 大概的成本就是1341块钱 1000斤的精料除以1000斤 大概也就是1斤 滑到1块3毛4 30斤的羊苗 涨到玉肥羊 出来大概120斤左右出来的 因为太肥的话 价格就低了 就不划算了 所以说120斤出来 因为30斤到120斤 这个过程中 羊的不同的体重 有不同的阶段 所以说咱们 这个中 30加120除以2 就是75斤 就是整整体的羊 大概就是按75斤来算 玉肥羊每天的精料 大概占体重的3% 75乘以3% 就是2.25斤精料 一斤精料价格是1块3毛4 一只羊平均的 饲料成本就是3块01分 就这个 这是精料的成本 咱们再算一下 玉肥羊吃草的成本 咱们按一只羊 一天的草 大概就2斤 一天草的成本就是1块4 草的成本1块4 精料的成本是3块01分 一天的成本 大概就是4块4 如果说你的玉肥技术 比较成熟的话 咱们按5个月出来 5个月出来大概就是 饲养成本就是 一天的成本4块4 乘以150天 就是660元的成本 然后羊苗的话 咱按30斤的公高子羊苗 按500 这个价格已经很松了 总投入大概就是500元 加660 等于1160元 5个月开始出来了 120斤预费羊 咱们按一斤是12元 这个价格也是能行得通 120斤乘以12 就是1440元 就是能卖出1440元 然后饲养成本是1160元 卖的价格1440元 减去饲养成本1160元 等于280元 那这280元是 纯利润吗 看到这里 大家是不是感觉 搞预费羊还是有利润呢 其实事实不是这样的 今天我出这期视频 不是告诉大家 养育肥羊有多正强 而是说养育肥羊 现在行情很好 以上算的只是理论的 还没包括水电 人工 疫苗 以及每个月 各种各样的驱虫见味 因为育肥羊是离不了驱虫的 而且驱虫很勤的 这些都是成本 我刚才说的那个玉米 富逼豆粿的价格 是我们这么的价格 有可能其他地方 玉米价格不止这个价格 举个例子 我们的玉米 现在是1块1 我们这里的 但是其他地方的玉米 有可能是1块4 甚至1块5 1块6 所以说按这种 饲料成本来说的话 有可能 养育肥羊就不挣钱了 甚至你的育肥技术 如果说一般般的情况下 也有可能会值钱的 说去扎心的话 如果说遇到差的行情 有可能 玉米价格卖不到12块5 甚至11 10块 综上所述 养育肥羊不仅要考虑到 料肉笔 还要考虑到水电 人工 折旧养死亡 疫苗 蛆虫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就以我身边的 养育肥羊来说 养育肥羊不挣钱 最起码这两年不挣钱 不知道屏幕前的养肥 朋友们 赞不赞同我这种说法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养育肥小事 世间旅人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大家如果喜欢作品 可以关注我 我们下期见 拜拜